嗨,我是九云 今天用空盒子做了几个好看的猫窝 我家外面有一家七口靠我吃饭的小猫咪 我现在不但管吃,不但管住 这是平时散的盒子,挺好看的 又大,质量又好 用来做猫窝正好 先稍微布置一下 有点节日的氛围 这个礼物买回来才发现竟然这么小 现在来做猫窝 盒子有点扁 可以把两个盒子平成一个大一点的正方形 压一下粘老点 这么大就够用了 画个圆,在这里掏个小洞 走猫窝的门 这个布可以用家里标的毯子或者衣服 根据盒子的盒子 根据盒子的大小画一下 有点准够不要用带香味的 虽然香味很好玩 但其实猫咪并不喜欢 帮我门口的布 帮我门口的布不用裁掉 剪成一条条的 往里面贴 这样做出来结实一点 拆出乖乖的布条 做成礼盒的四倍 再来一个大大的蝴蝶鲜 这就是圣诞节送给外面小猫咪的礼物了 外面的小猫咪比较多 我要多做几个 广州现在都降温了 即使是南方的冬天 每年安全度过的流浪猫 也只是半熟 猫咪里面铺了软软的棉垫 看起来就特别的暖和 给红色的盒子铺一个雪顶 最后一个盒子也做好了 希望他们会喜欢 这种从小在野外出生的小猫咪 勤踢心特别高 看见人就会跑得远远的 就把做好的猫窝放在门口吧 让他们在冬天觉得冷的时候 也能睡得暖和点 在冬天吃的时候 在冬天吃的时候 就像冬天吃的一样 然后再吃一样 我会有一个小的猫尖 你喝一杯 跟上一杯 你会不吃得到